请问玩杰克带玫瑰手杖 要怎么才能让求生者相信我是佛系 问得好 这个小伙计真会替我找素材啊 今天刚好是情人节嘛 那我就来试一试 要怎样令求生者相信我是佛系 好 首先 玫瑰手杖安排上 两个玫瑰手杖用的更好呢 红色的好像已经绝版了吧 蓝色的好像每年都会返场的 嘿嘿 那就红色吧 老玩家的象征啊 你们有没有红色的啊 有红色给我扣布衣 要我看看有多少老怪物 本来还想用拜访动作的 但是我发现我居然没有 好吧 暴露了我不是杰克完结的事实啊 但是没有关系 直接进入游戏 先去中场找一下 肯定有人的 是个条线师 他好像很害怕我的样子啊 走这么远了 喂 我戴的玫瑰手杖啊 今天情人节啊 你还不明白吗 哇 还真的把香水骗出来了 看来要博得他的信任 只能用那一招了 我站直不动 我快速过满 我才又把香水骗出来了 有那么害怕吗 我要打你早就打了 呃 好吧 经过这拨空刀 他应该知道我是佛系了吧 诶 果然没砸我啊 看来他已经懂我的意思了 看吧 这不就成功让群人者知道我是佛系了吗 但是 呃 好像跟玫瑰手杖没啥关系啊 估计是这件衣服太红了 玫瑰手杖不够凸出啊 那我就再换一个皮肤试试 好 这件这么黑的衣服 玫瑰手杖够凸出了吧 诶 找到两个人了 这次我就不追了啊 我站直做个动作试试 诶 别走啊 小老弟 我是佛系啊 玫瑰手杖啊 青银鸡啊 佛系杰克啊 你懂吧 哇操他去打我 不 我不信 我这么明显他还要打我 我再来一次 你他们要的又举起来就办 你给我上天吧 气死了 这么明显的表达居然失败了 好吧 最后一次了 这是要用绝招了 带个聆听技能 聆听这么废的技能 只要用出来 这不就明显是不想赢了吗 明显是个佛系的嘛 诶 看到个条项尸 好吧 看他这风上的走位 实在忍不住给他一刀 呃 中了 但又没有完全中 被他向水挡了一波 聆听好了 停一波 再隔墙做一波动作 你过来啊 怎么说 还不懂我的意思吗 诶 好机会 哇操这小子反应够快的啊 好吧 这样都没成功让他放下戒心 什么鬼啊 今天是情人节啊 带个玫瑰手杖决毫无作用 好吧 释用了三种方法 刚来还是最原始的方法最有效啊 只要追上情人者不出刀 基本上就知道你是佛系的 啊 细吧 这起视频真的无聊啊 好吧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吧 啊不对 你们还不能早恋 我做个屁啊 再见